前几天 孤军营的冯将军 遭到了刺杀 想必您也听说了 搞的是国人讥讽 我记得当初 孤军营被扣在租借里 好像是你傅老爷的手笔吧 难道你就不怕 国民政府的报复 一提到这种事情 我的头就疼 这个孤军营在租借 简直是上海为之会 最大的一桩麻烦 扔就扔不掉 留下来又怕再出事 你知道 我难租 这两边都得罪不起 是啊 把孤军营送出租借 就得罪日本人 留在租借 万一出了麻烦 又得罪国民政府 况且租借 又是英美洋人的地盘 确实麻烦 选址有什么好办法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不但不让你为难 还能尽快地 找到所有的金钥匙 说来今天 我们手里有一把金钥匙 顾立明手里有两把 如果我们依靠摆了门的力量 能顾立明的巡捕防 发生冲突 也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 不如做两手打 一方面 依靠孤军营的力量 和巡捕防抗衡 我们既可以趁机拿到钥匙 又可以让租借的工部局出面 把孤军营 驱逐出租 既能趁机拿到钥匙 还能让租借工部局出面 把孤军营 驱逐出租 另一方面 以父老爷 以上海维持会的名义 推搏阻拦 给租借施压 促成孤军营 遗开宿主 岂不是谁都不得罪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可是 严肯的事情难办的 维持会的话 他未必会听 但是值得办 你想想 到时候 你又得到了钥匙 又让孤军营离开租借 少了麻烦 多好的事情 那才真是高管无忧 冯将军被刺这件事 背后一定是日本人在知识 碰巧顾立明救了冯将军 并因此升了官 我觉得这件事情稀奇 我怀疑是日本人收买了顾立明 日本人和寻补房通流合污 孤军营的将士 还真是很危险 副老爷 孤军营的将士们 浴血奋战 才保证了上海目前的稳定 让日本人不敢为所欲为 如果傅老爷能出手 把孤军营救出几戒 那在国人 及国民政府那里 是功德无量了 好 就算一算 一段日子 找起那四把钥匙 其他的事 我来做 好 小马 我和傅北川 谈则了一个交易 孤军营的将士们 有救了 你知道 你们怎么说的 孩子和金钥匙有关 说来说去 你还是要找到那把金钥匙 你要想清楚 我们手里只有一把 傅北川告诉我 周敬凯和老胡的钥匙 都在顾李明的手里 那我们就联合 顾李明的势力 找到第四把钥匙 一旦钥匙到了我们手里 傅北川 马上会以上海为职会的名义 给租界施压 让租界放了孤军营 傅北川 同意了 对了孤军营的事件 傅北川已经焦头烂额了 当初为了讨好日本人 把将士们软禁在租界 现在 冯将军 又遭遇了刺杀 我们政府 能饶得了他 为了 我巴不得把孤军营 这个烫手的山羊扔出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要是找不到 那第四把钥匙呢 只要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我对不 那顾李明 就能把这四把钥匙 空手让给你 他当然不会空手让给我 但我可以抢你 陈大帅在租界里 有个独贩记 就有个独贩记 目的是以黄金做而上 将上山河为岁 带来一页 这个内力 陈大帅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他是怕万一发生意外 就有我在为自己的 一定要在大计划之前 第一句还简单就行 你不要再踏手 红军事 不要给你 进来 怎么了 你表哥 也曾经是将士们中的一员 如果孤俊宁的战士们得救 也算完成了你哥哥的心愿 我知道 可孤立明 会同意跟我们合作吗 凭他自己的力量 根本找不到第四把钥匙 我想他会和我们合作的 等小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为了营救孤军营 而处心积虑地想办法 自己却一直在向他 隐瞒着一个事关重大的秘密 不禁愧疚不已 到底说 还是不说呢 起来 总探长 冷小姐带来了 冷小姐 今天我来 市场跟你做个交易 我喜欢做交易 我们已经知道 你手上有两把金钥匙 你也知道我们手上有一把 如果你同意合作 我们共同打开金库的大门 我不贪心 市场之后 我只要回文英德的四分之一 我怎么样才能相信你 我们先亮出各地的钥匙 确定之后 我再告诉你 第四把钥匙线索 没问题 过时间 可准确定 明天下午三点 六合茶楼 不得待人 否则合作取消 小麦 杨大哥 今天东方鼓励你马上就要见面了 等他们见面以后 我们的计划可能就要失败了 你上次跟我说想出一个办法 下司的确是个妙计 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但后来你和许念东突然被顾李宁抓到新补房 让我很忧郁 我不知道该不该想去对咱这个情况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 我以为顾李宁把我交给新补房 就不会利用我去找到你 没想到顾李宁害怕 不然把我给放了 其实傅北川是最想拿到钥匙得到黄金的人 一个顾李宁都不好对付 更何况又加上上海他的龙头老大 枪龙南鸭地头蛇 日本人即使再有势力 也比不上傅北川在上海盘踞这么多年 干嘛 我大肆的秘密 你没跟许念东透露吧 当然没有了 小曼 咱们竟然想骗过所有人 得先从许念东下手 但他很难对付 你得相信 他可信任我 我有办法让他相信我 巴图已经帮我安排好了提神 你现在只需要 让那个许念东相信你真的在这里找我 然后 你到这来找巴图 巴图会告诉你我在哪里 然后你再带许念东过去 想办法拖住他 最终让他认为 是你杀的我 对 为这么多周折干什么呀 我直接带他 去说好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都绕几个丸子好 只有这样 我都担心许念东 是不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你跟我说 是巴图告诉我的 可巴图为什么没有出现 出现的就是另外一个人 因为巴图 死了 死了 为了计算 你们从巴图手里拿到地址 准确到达大洞旅馆的时间 我一直躲在街道里 但没想到突然来了两个陌生男人 二话不说就抓走了巴图 我当时一方面担心巴图出事 另一方面又怕计策会半途而飞 只好临时让另外一个同学 给你巴图家的地址 而我呢 赶紧去查看巴图的下落 但没想到 却遇到了顾立明 我这才知道 顾立明 原来已经怀疑巴图跟我的行踪有关 秘密是谁 没办法 我救不出巴图 最后赶快赶到巴图站 在笔记本上 故意留下了大洞旅馆的电话号码 引你们出来 我刚布置好一切 你们就来了 幸好我先控制了许年东 他相信我的话 让我先 你答应我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伤害杨师弟 害怕他会误会 所以才让你等我 我会劝他的 他会听你劝 原来顾立明 是从巴图的口中得知 你在大洞旅馆 他不来 我也是要引人炸药的 他来了 我本来是想趁机 让他和我的替身同归于尽 没想到顾立明的命大 跑得快 我是好不容易满天过海 才骗过了所有人 我现在是不得不愧 曹大帅在重训 就跟渡边设计好了 这个黄金计划 现在一切操控在日本人的手里 只要我们能拿到三把钥匙 就算完成了任务 去年东和顾立明见面之后 他们会亮出三把钥匙 到时候 你再亮出你的那一把 和他们谈判 他们谈判无所谓 反正他们都会死 小麦 等拿到黄金 咱们就离开手啊 龙小麦一直用答应和杨士廷远走高飞的办法拖住杨士廷 他不知道第四把钥匙一旦出现 会造成什么后果 因为整个黄金计划都是早已制定好的局 许念东只是闯进这个局的一个矛头小子 他要想办法保护许念东 和他一起离开 我姓黄 黄金计划 明天和顾立明见面 亮出钥匙 那曹正武的黄金 就真的公开 可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还有事情要发生 别想那么多了 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现在应该想的 是我们到四川老家以后的生活 会有那种日子吗 当然会了 等我们拿到黄金 救出顾俊盈的将士 然后就离开 我不相信顾立明他会一个人来 放心吧 我许你有数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六合茶楼 是主要的闹市 前后都是主要的道路 所以 没有我的命令 是不能擅自行动 对方 对方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不知道 大家要提高警觉 要留意一些可疑的人 知道吗 是 顾立明没有手信 他隐约感觉到 那个秘密的第四把 要是持有者 一定是他熟悉 但是顾立明苦思冥想 找不到任何头绪 所以他才会有些恐惧 他吩咐手下在约会地点 布下天罗帝王 目的就会为了将这个神秘的人物 一举抓获 否则就会打草惊蛇 什么 就送到这里 门口有人监视 你下车走过去 这是金钥匙 你拿着去见顾立明 车在后门等 真的没有想到 咱们今天会这么做 我也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越来越少了 准备好了吗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咱们现在用来到他们的 这个世界上 可以订阅 我来到他们的 ad Arc 我来到背後 你觉得 我来到 这边 想商量 来到 那边 好像 这边 我来到 你 吃 我来到 我来到 那边 不知 我来到 这位小姐几位品茶 已经约好了 雅监签好 呦 贵客 您这边请 小姐 请 先来湖比罗春 等寻补房的顾业到了 请他直接上来 是 小姐 茶水请您稍等 来咯 小姐 您的茶水 这是我们店上好的壁罗春 您来咯 顾探家您楼上请 10月份 ц 掉 10月份 好 来咯 这位咯 冷小姐真是一个首饰的人 那得看约的客人是谁了 我们在这么一个雅致的地方碰头 真的是有曹操煮酒论英雄的味道 不过可惜念东不在 古人说君子爱茶世人爱酒 想必顾总探长也是一位清清清清词 我只不过是武夫一名 我认识的是黄金 你看看这两把钥匙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现在看了你 现在已经年纪利了 你分开来 别有继续 也不知道 不过是 你不过是 天造地设 只可惜缺了一把 那第四把钥匙在谁身上 男人总是现实 顾总探长既然对茶叶也有研究 倒不如我们在此座谈 浪小姐 现在不应该是风花雪月的时候 虽然我很乐意一起陪你去赏月 心急去不着热豆腐 顾先生 您这么不见风情 我真纳闷您在上海谈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不理这么多了 现在三条钥匙搜到无数 还有你 我真不相信 没看 我真不相信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不太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知道你救過我 但我的肚子沒有事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麦 幸亏有你啊 要不然摆脱不了各方面的事 姚大哥 你认为你为了曹政武 冒重大的风险 日梦 曹政武在国家未亡的时候 非弹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帮助日本人去残害中国人 把那笔黄金献给日本人 你也看见了 这几天日本人在上海滩无恶不作 你要是这么做 会背负中国人的千古骂名 曹政武给了我这条命 我就要拿这条命来报到他 我知道曹政武对你有杀负之处 我这几年一直拦着你 是因为我怕你也过上那种亡命天涯的生活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带你远走高飞 离开眼前这些是是非非 我一直认为此生我如果不杀曹政武 我枉为人 但现在我病了 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 如果曹政武能像守军一样 奋勇杀敌 帮助中国人去对付日本人 那我还能够下得了这个手吗 我可以没有家 但是不能没有过 这一切都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那现在你可以跟我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很简单 我和小曼都希望跟你合作 一起寻找那第四把金钥匙 合作 这样叫合作 你躲在车厢后面之后把我打晕了 给冷小曼拿走了三条钥匙 你要说这个 我带问问你 说好了合作 你为什么独 其实想一下挺有意思的 我们两个大男人来到上海滩是为了共闯一番事业 如今所有东西都落在这个女人手 而我呢 挟持冷小曼 从那一刻开始 冷小曼呢 这一辈子都会很恨我的 老女 对他呵护备治 你照顾他 而且很疼他 不过他居然向你开了一枪 我一开始以为你们在演戏 不过我一看见你的手 我就知道是认真的 一鸣 你相信死而复生吗 你是说这只死地而后生 杨世亭 杨世亭 杨世亭还没死啊 他和小曼拿着那三把钥匙一起跑了 你有没有骗我 我为什么骗你 因为你知道 冷小曼你会放他走 不想说了 回去吧 其实曹政武跟日本人有密约 为了将黄金弄到日本人手里 他们安排了第二套方案 上岸头一天晚上 那个机要密报 就是他们启动第二套方案的通知 那套密案是我意的 内容是 十点码头 工营大帅登案 副 对 你是不知 但那封电报不是傅北川发出的 而是渡边郑雄发出 它的真实含义是 十点钟傅北川在码头涉湖 别杀曹大帅 傅北川要杀曹政武啊 曹政武写黄金底户的消息早已经泄露 各方势力都在暗处跃跃欲试 但只有他本人知道 黄军宝藏的地点就在渣北藏库 所以他担心就算他平安抵达上海 也难以驱走黄域 反而可能被各方势力万算 于是他就在初中给渡边郑雄发电报 要求马上实施第二套方案 河北边就利用傅北川 表面上是将曹政武杀了 其实是将他炸死转来幕后 让上海坛的这大事纷纷争夺皇宫 最后渡边渔温得利 对 但现在更为复杂 傅北川是脚踏几条船 给日本人办事是顺势之多 这件事有什么知道 只有曹政武 我还有渡边知道 要不是因为你突然冒出来 真的杀害了曹政武 这个计划是天衣无缝的 但你的突变 也使这个计划显得更加真实 怪不得念东一直在跟我说 这个黄金宝藏本身就是你的局 曹政武按照日本人的计划 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表面上看 各方势力都在争夺黄金 但他们全在日本人的操控之中 所有燃止者都难逃一次 那李辉和老胡他们 全都当了替死鬼 他们是欲望太重 自古以来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一直都是这样 等拿到黄金 日本人就会荡平上海滩的各个本队 重新举行黄金捐献大礼 为成立大东亚共荣政府造势 这就是渡边的黄金计划 江大哥 你真的不完美 你就那么甘心 把黄金给日本人吗 现在到处都是战户 即使取出来也运不住 如果我们离开祖简 如果我们离开祖简 原住他乡 要是几年 那黄金放在那里 要什么敌动 战事组终结束的那一边 等到太平盛世来临 我们再一起 将那笔黄金取出 你真的愿意跟我走吗 如果 你不把黄金给日本人 我都给你走 穷困潦倒 浪迹天涯 无怨无悔 生死相伴 好 现在上海滩都已经被封锁了 我再去探探水路 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离开上海 杨大哥 那第四把钥匙 真的在你身上吗 人在 钥匙就在 放心吧 并没有猜错 冷小曼 确实是念东 故意放走的 但护理宁并不知 这一切 都是念东和小曼 均心设定了 今日 请看 在美国 再来 多久 请 带一来 从 车 这 带一来 胃 带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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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形势越来越复杂 那让顾李明跟我们合作呢 怎么才能找到杨士廷那把钥匙 如果往一步 顾军的将士 有可能错 小曼 你有办法吗 我要是告诉你 我瞒了你一个极大的秘密 你会不会怪我 小曼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瞒着我 也是为了我好 杨师傅 什么 他没有你 李真在打动饭店 他是炸子 我们今天商量好的 做了什么 知道我联系 对啊 我们一直在秘密联系 那天在打动饭店 他炸死了之后 之前做好了人 替他蒙混顾关 你们两个真有两下子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这段日子 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都快要疯了 我之所以要骗你 是因为杨师傅 跟我说 日本人 还有曹政武 在黄金的背后 拟定了一个很大的阴谋 任何人牵扯进来 必死无疑 如果我不告诉你 杨师傅是炸死 那你就不会去找他 要钥匙 但要你就不会有危险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你 你能理解我吗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什么 这本人 还有曹政武 在黄金的背后 拟定了一个很大的阴谋 任何人牵扯进来 必死无疑 如果我不告诉你 杨师傅是炸死 那么你就不会去找他 要钥匙 那你就不会有危险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护你 你能理解我吗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你太天真了 这既然是日本人和曹政武 早就设下了圈堂 无论你怎么说 他们都不会善罢甘休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王雪听他根本就不相信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倒是个宽 继续和杨师傅联练习 我只找顾立民 告诉他 我们知道杨师傅里把钥匙的下落 那立民 肯定会跟我们合作 这段时间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取得杨师傅的福 找到属于他的那把钥匙 杨师傅这个人 做事非常紧张 虽然他一直跟我说 要带我远走高分 但他知道咱俩的感情吗 他不会跟我说的 我 我 如果你和他相信 你会为了他杀了我呢 帮我开许年冬旁边的监房 啊好嘞 郭大长您面前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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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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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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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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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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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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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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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би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民民策 然后第三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arm 大陸 嗨 隔壝隔壁男釵人快 kad 男釵人快遇到 我现在一把钥匙都没有 为什么还要去找傅北川 就因为这样我们走又走不了 留下 留下又救不了顾俊英 自身都难保 我要跟傅北川摊牌 顾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将把钥匙给顾俊英的 可是我们一定会把钥匙 抢回来的对吗 放心吧 我不会让黄金 坐在日本人手 我一遍完成哥哥的体验 我一遍完成哥哥的体验 四把鑰匙都被顾利民给抢了 不是钱是我送给你 你这么做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想让我马上把你们两个拉出去毕了 傅老爷不要着急你 我和小曼赶来就没想活着走 我有两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亲密 傅老爷听完之后再动手也不迟 好 我就再寻你一次 南京沦陷的消息 你该听到了吧 我也是刚知道 傅老爷 我知道你这些年为了稳坐上海滩第一把交椅的位置 一直在平衡三方 左右风源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 还有英美的洋人 你谁都不敢得罪 你现在已经在行 这三方谁都靠不住 只有靠自己 对吧 那我就告诉你 顾利民得到四把钥匙没有用 就像当初我跟你谈的交易一样 打开金库的正确方法 只有小麦一个人知道 更何况 金库的所在地 扎北仓库 还在你百乐门的掌控之中 如果我能从杜鞭那儿借来怀表 我们就可以跟国民探条件 这件事情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局 我想幕后的操控者应该就是杜鞭 他这么做的目的 是想让上海滩各大势力 为了争夺黄金 怀表和钥匙 自想残杀 分崩瓦解 我早就怀疑到了 杜鞭你个混蛋 怀表在杜鞭手里 而钥匙在顾立鞭手 只要他们两个不联手 我们就还有胜手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让我和顾立鞭联手 我现在唯一拿不准的 就是杜鞭到底知不知道 打开金库的正确方法 如果他知道 那顾立鞭就深处想定 我现在怕的 这是顾立鞭为了拿到黄 和杜鞭合谋 我去挥挥杜鞭 探探口风 也好 我和小曼 也会想办法说服顾立鞭 我们不要他的钥匙 只希望共同打开金库 到时候 你和顾立鞭 平分黄金 我和小曼 分本不取 我们只有一个条件 我知道 你还是惦记着 顾军营队吧 南京营阙 国民舅舅前都重庆 根本没有心思 自顾值得说暂时 傅老爷 这件事情 还得请您伸出援手 好吧 我尽力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奇怪 他下午已经辞职了 不过 我倒是带了一个人回来 谁 曹震我的部下 走进来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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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自生自灭 什么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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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然没死 刚来看过 之前我在医院明明跟念东 对他开了枪 别跟你的想不通 一个人想扎死的方法很多 两尸体都可以死而复生 曹真武当然也可以这么做了 我和曹真武一开始就是合作的 我们早就知道 如果他不扎死 也会被这些所有想要得到黄金的人杀死 到那个时候 我们想要得到黄金 所以讲出了这个技术 故意建了黄金计划 让你们去争 让他们去夺 你不要担心 过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我们之间的约定不变 你赞 我去 既然曹真武还没有死的话 为什么你不直接叫他把黄金给你 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成 曹真武比你差远了 以后他能被利用的价值也不多了 我还是乐意和你合作 我想这应该叫做强强联手 人家都说曹真武几个部下 个个都是高手啊 那个冷小曼一个女流之辈 他就不要说了 啊 我记得了 你不是口口声声教那个大哥的杨士亭 也算是个汉 这么晚打死 可惜呀 连毛都没碰到我 哎呀 我们家老爷好心肠 一定要我发 让你自生自命 永远 我付出了多少啊